中国人的姓和名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姓氏文化传统 中国现有的姓大多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据最新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词典统计 中国历史上共有姓氏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九个 其中单姓五千三百二十七个 双姓四千三百二十九个 其他姓氏两千三百一十三个 但是现在常用的姓氏不过两百个左右 其中最常用的单姓则只有一百多个 根据1987年三月人民日报公布的资料 中国姓李的人最多 其次是姓王和姓张的 姓刘 陈 杨 赵 黄 周 吴等的人也很多 以前中国人给女孩子取名字 总离不开花 香 琴 地 鹰这类字 给男孩子取名字 大多用铁柱 金锁 大山 石头之类的词 这是因为人们希望女孩子长得漂亮 文静 希望男孩子身体结实 长大了能干出一番事业 又出息 后来人们给孩子取名字越来越讲究 特别是读书人家 往往要给孩子取个带有一定寓意的名字 中国有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原来的名字叫李仲奎 他聪明好学 十四岁就报名参加了公费留学日本的考试 并考了第一名 他在填写登记表时 错把姓名写成了年龄十四 这可怎么办呢 他又没钱再买一张表 于是就集中生智 把十改成了李 但又觉得李四不好听 便又加了个光字 四光就含有光照四方的意思了 这样 李仲奎就成了后来明扬天下的李四光了 中国著名的作曲家聂尔 原名叫聂守信 后来因为大家都说他的耳朵特别灵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聂尔 似乎他全身长满了耳朵 难怪后来聂尔在音乐方面去 遇见